從新章移入上來 我們就在新章上來 因為在台灣的萊克多巴胺的豬 是沒有標示的 這政府拒絕進行這個標示 然後台灣是一個吃豬肉 非常非常頻繁的一個國家 我們有太多的肉類加工食品 我們一般老百姓根本就沒有辦法分辨 什麼是包含萊克多巴胺 什麼是不包含的 所以他們今天的這個行為 基本上面就是普遍的 逼台灣老百姓必須要吃到萊克多巴胺 那這件事情我覺得是違反民主常理的 別人不吃了為什麼我們不要吃 為什麼回答我 我們付錢 然後還要吃萊豬 而這個問題我覺得很好笑 他們今天要跟時間的 台灣老百姓 這個行駕 都會帶我們來跳跳 我很 congress會 自我多接受 香港人 台灣各非 香港人 台灣各非 香港多 currency 台灣各非 原來 Gefühl JEFF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